鬼海一道断壁之后 已经没有用了 下一个要死的是程氏飞 上官海棠死后 柳生弹马首盯上了程氏飞 程氏飞已经不能再使用金刚不坏神功 因此根本不是柳生弹马首的对手 时间回到昨晚 断天牙在自家房子的护栏上 发现了上官海棠留下的符号 这些符号或许与杀人真凶有关 于是断天牙将符号给他印了下来 准备交给张敬九调查符号的含义 柳生飘去担心断天牙查出真相 故意出言将其叫主 要断天牙按照原来的计划 前去蛇岛归隐不问世事 断天牙的态度极其强硬 任凭柳生飘去如何劝说 他也要等查出杀害上官海棠的凶手后 方才动身前往蛇岛 柳生飘去的心中无可奈何 看着断天牙离去的背影陷入了天人交战 柳生但马首现身 要柳生飘去杀了断天牙 因脸影响铁胆神猴的计划 谁知柳生飘去却警告起了柳生但马首 要他做什么都可以 可唯独不能伤害断天牙 否则休怪他翻脸不认人 柳生但马首闻言提醒起了柳生飘去 一旦断天牙得知了真相 还会不会选择和柳生飘去在一起 柳生飘去为了不让断天牙得知真相 要柳生但马首去杀了张敬九 柳生但马首表示大计将成 只要铁胆神猴当了皇帝 就会帮他成为东营的武林盟主 到时候无论在中途还是东营 断天牙都将没有立足之地 眼见柳生飘去如此维护断天牙 让柳生但马首不由地想起了柳生血迹 他不明白断天牙有何魅力 让两姐妹对他如此痴迷 可是以至此柳生但马首只好后退一步 他分析目前的局势 上官海棠已死 龟海一刀断掉了右臂 只要再杀了成是非 废掉断天牙的武功 四大密探便名存实亡 柳生飘去的态度非常强硬 不准柳生但马首伤害断天牙 这让柳生但马首很是无奈 只好先去杀了张敬九 话分两头 铁胆神猴正在阅览春秋 却不想万三千找上了门来 铁胆神猴说出孔孟之言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他铁胆神猴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应该先凭天下铲除障碍 你才有机会去治国 国家安稳百姓富足 才能与相爱的人成家 最后才开始修身 你可以多做一些善举 得到天下人的赞美 再吩咐史官粉饰美化一下 在后世看来你就是一个有道的明君 这样有用吗 李世民逆斧杀兄 血剑玄武门 之后才开创了大唐盛世 赵匡英黄袍加身 难道事前他不知道 铁胆神猴提起了李世民和赵匡英 又说出明太祖朱元璋 刚开始也不过是一个和尚 可是到了今天 又有谁敢提起朱元璋的身份 所以不往今来 能够在历史上流明的就只有胜利者 当然也有例外 那就是西楚霸王项羽 项羽无论是武功人品 都要远胜过刘邦 只可惜他却是一个失败者 万三千认为铁胆神猴像刘邦 因为刘邦在当上皇帝后 便狡兔死走狗喷 就连功劳最大的韩信都没有好下场 而铁胆神猴更加过分 现在还没有当上皇帝 便对以前的手下赶尽杀绝 甚至就连自己收养的义女 也痛下杀手毫不留情 祝无事 你什么都可以做 就是不应该杀海棠 没有人可以说正做的事 不应该 我要你为海棠的国附出代价